你好 这是朱令家吗 对 您是吴叔叔是吧 对 和我们说话的正是朱令的父亲吴承之 吴承之告诉我们 由于最近复旦投毒事件 媒体再度开始关注朱令 预约采访的记者让他是应接不暇 吴承之告诉我们 由于最近朱令突发感冒 为了防止朱令肺部感染 他拒绝了我们拍摄要求 我们只能在朱令房间的门缝当中 依稀看到正在照顾朱令的朱阿姨的身影 而在2006年朱令33岁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东方时空的镜头里 看到那时候的朱令 全身瘫痪 几乎小孩至上的朱令身边离不开人 吴承之说 这些年来朱令一直都是这样 没有好转的迹象 好转不大 因为好转就基本上就要站起了自己能自立 什么的 他当然还是不能自立 因为他这个角度就是脑胜伤 脑胜伤很年重 没有做到完全之物人已经是很幸运 年轻的时候 朱令是清华大学明月队的队员 他会弹古针古琴 曾经获得过1994年全国高校艺术表演独奏组二等奖 北京市游泳二级运动员 他小的时候他很少就是需要我操心啊 学习啊什么的 他一直就是很优秀很优秀 朱令的一家原本是幸福的四口之家 朱令还有姐姐 姐妹俩从小是聪颖好学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朱令的姐姐考上了北大生物系 而朱令则考取了清华大学的化学系 书香门第 其乐融融 这在当时是个让人羡慕的家庭 然而随后厄运一 朱令 学生爱过运动 并独奏了古琴允许 《广灵散》 朱令的同学童雨峰在之后的文章中回忆 朱令那天生命了 松松的扎着头发 精神明显不好 而当时朱令参加完演出之后 没有参加庆功会 因为那时他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一种无法承受的剧痛在袭击着他 腰疼 腿疼 肚子疼 疼得特别痛苦 他就是说他疼 你别人就看不出来他是怎么了 朱明昕说 当时朱令的主要症状就是全身剧痛 他的一头长发在两三天的时间里就全部掉逛了 由于症状不断加重 朱令住进了北京市同仁医院 医生们对朱令做了全身的身体检查 却始终无法找到他疼痛的原因 这时有的医生怀疑在化学系读书的朱令 是否接触了有毒的化学制剂呢 转眼间 1995年的春节到了 虽然疼痛的原因还没有找到 但是朱令的情况正在逐步的稳定 并出现了好转的迹象 症状基本上就是平稳了 后来我们就跟大夫说 要不然他回家几天不行再来 1995年2月寒假结束 学校开学了 虽然朱令的身体很虚弱 但是他还是提出了回学校上课的想法 他要上学 他好强嘛 好强 他那时头发都灭了 他又觉得无所谓 光头就光头吧 可他他不想耽误功课 一耽误就半年了 离开学校两个月之后 朱令又重新开始了学业 朱令在学校上了八天课 病情再次复发 而且这次病情发展极其迅速 朱明星马上把朱令送到了北京协和医院 1995年3月15日 朱令住院接受治疗 1995年3月22日陷入到深度昏迷 1995年3月24日 协和医院对朱令开始了血浆致患疗法 前后八次 每次1000cc以上的换血量使他感染了饼干 1995年3月26日 朱令被收入ICU 靠呼吸机生存 1995年3月28日 朱令进入长达两个多月的深度昏迷 这个时候的朱令已经走到了死亡的边缘 但是病因仍然没有查明 我们有同学参加我们系的一个实验 就是跟英特纳的先接的这个实验 这可能能跟全世界都连上 那么我想想看能不能够通过什么方式 跟全世界求助一下 1995年4月10号 被志成把记录朱令病情的信 翻译成了英文 发到刚刚兴起的互联网上 在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里 他就收到了上百份的回邮 在很多邮件中都提到了一个大家并不认识的单词 英文叫Celium 等于我们拿回宿舍是查字典 所以怎么还冒出这么一个东西来 这个单词中文应该读为 它是一种稀有金属 元素周期表中排名第八十一位 它的盐类化合物 亦溶于水 有剧毒 曾经被作为灭属药使用 一旦进入人体 能使人的中枢神经系统 消化系统等发生病变 直至威胁生命 很多回复邮件的医生怀疑朱令 可能是他中毒了 十九年过去了 今年四十岁的朱令智力相当于六七岁的孩子 不能表达 眼睛也几乎看不到东西 已经被有关部门鉴定为百分之百伤残 那么当初到底是谁 在朱令那个如花似玉的年纪 毁了他如此灿烂的一生呢 陈正阳是有毒物质鉴定的专家 他曾经在德国的著名毒物实验室 做过多年的访问学者 而他中毒研究是陈教授的 重点课题之一 1995年4月28号 朱令被确诊为他中毒 有两个风的话 说明就是两次中毒 因为一次中毒只能出现一个风 两次大剂量的他中毒 没有接触员 全北京只有朱令一个病例 根据这些事实 陈教授认为 可以基本排除误实 或者说误接触的可能 作为仅次于氢化物的剧毒物品 他也不是随便谁都能接触到的 那么剩下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有人故意投毒 那么谁才是朱令中毒案的真正凶手呢 1997年4月初 北京市公安局退休老公安王补 曾经专门找到了朱明星夫妇 提醒他们作案人应具备的几个条件 一、在1995年2月20号至3月3号期间 能够接触到朱令的饮食起居 能不使朱令察觉投毒 二、熟知朱令活动规律 生活习惯 掌握投毒的时机和场合 三、懂得他言毒性、毒理 四、可以接触到他言 五、有作案动机 六、有异常的表现 时至今日 朱令的父母坚持认为 此案是蓄意投毒 而最大的行人就是和女儿同宿舍的孙某 最后查出来 罢工商店里有清华大学 买那个他的发票 再查到是化学系 他们那个实验室 那个实验室老师底下 身为参与这个事情 能接触到这个事情 他就是觉得这个人 那教育啊 成年好强啊 完了呢 不服输 就是看不起人啊什么东西啊 啊 就是他觉得呢 从性格上讲 这个是很主案的 朱令父母说 判断孙某是最大嫌疑人的依据 主要是有以下几点 一、当年新华大学曾经向他证实 孙某是校内唯一有机会接触到他的学生 第二、检验结果表明 朱令先后两次他中毒 而第二次中毒地点就在宿舍之内 三、他们向警方报案之后 没几天 朱令过往的宿舍 就发生了一起离奇的盗窃案 唯一丢失的就是 朱令曾经用过的一些洗漱用品 这是在销毁投毒证据 而贝志成则在网上直言 他、孙某就是凶手 再次把孙某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2005年12月30号 孙某在天涯论坛发表了一则 博斥朱令他中毒案件引发的谣言的声明 孙某在声明中写道 我是清白无辜的 我也是朱令案件的受害人 我4月2号被询问时 第一次从公安那里了解到的情况进行是 我是唯一能够接触到他的学生 而且实验室的管理非常严格 这完全是谎言 最重要的是 学校对于有读事迹没有严格管理 他容业和其他的有毒制剂 在桌上一放就是好几年 实验室有时候也不锁门 并对外系的学生开放 1997年4月2号 警方将孙某带走询问 但是在1998年8月 警方宣布解除孙某的嫌疑 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他和朱令中毒有关 而2006年1月9号 孙某又试图委托家人 要求公安机关申请重新侦查此案 但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并没有听到此事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的消息 今年朱令案再次被翻开 4月18号 孙某再次在天涯论坛 以孙某声明为名 发布了一篇文帖 他说这么多年和很多人一样 等待真相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2008年以后的几年 朱令的父母一直要求政府 对于朱令案件进行信息公开 但在2008年5月 北京市公安局向朱令父母下发了一份 关于政府信息不予公开的告知书 在这份不告书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段文字 经查你申请获取的政府信息 属于法律法规以及相关规定 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 然而对于这个结论 无成之感到不解 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 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条款 属于法律文本中常见的兜底条款 是在国家秘密 个人隐私 商业秘密等 民事不予公开理由之外 设置的补充性的规定 但在朱令案当中 以其他形式拒绝公开案件信息 却吝啬笔墨 不愿意更加详细的进行说理 确实令人费解 为此在2008年以后的多年间 朱令的父母向当地政府 提起了多次行政复议 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 得致女儿中毒的真相 到09年3月16号 结论就推翻了不告通知 就推翻了撤销的通知 可是底下就没有下文了 公安对我们来说 他是没有说接案 没有说定性 从来没说过 说这个事情还得办 还得随于侦破时机 只不过就难度大 按照证据不足了什么东西 或者直接证据找不着 他没有说我不办了 关于朱令被人投毒的案子 首先要解释的是 我国刑法规定 刑事案件在司法机关立案以后 嫌疑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 将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也就是说 虽然朱令案距今已经有19年了 但只要案子悬而未决 公安机关就有责任 有义务破案 同时在本案当中 孙某虽然有很大嫌疑 也曾被警方调查过 但只要本案尚未有结论 孙某仍是无罪之身 我们期待一个公平正义的真相 因为只有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相 才能让我们心难 好 广告之后